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中國大陸地區去參與相關的這個活動嘛 對不對 這個不是黨政部分到底是什麼才是黨政部分啊 請休假是誰叫他請休假的 你告訴我 因為按照過去的慣例他們都休假 所以他們這樣簽上來 所以你叫他請休假去啊 他假如是參加政治活動 你要補修啊 公務員保障保障規定啊 還要Double Pay啊 對不對 所以他這次回來要不要Double Pay 要不要 沒有 沒有Double Pay 你請屬下 他以私人的這個休假為由 然後去那邊從事跟他業務有關的這個相關的活動 欸 這個事情大條 你知道嗎 主委 這個行政中立法 行政中立法第九條的規定啊 公務員不得為支持或反對特定之政黨 從事政治活動耶 所以你是在指派他去參加 國民黨所主辦的活動 這是第一個 你違反公務員第九條的規定 那你指派他去 因為他跟他的業務有關 這個是屬於公務的一個行為 你又叫他填私人的休假 那你是違反公務員保障法的規定 去那邊 按照公務員特定身份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 這個部分 非公務事由申請進入大陸地區 假如是他非公務 那他去從事跟他公務有關的這個活動 那他是違反公務人員特定身份進入大陸地區注意事項啊 那換句話說 你假如指派他去 那你就違反行政中立法 跟這個相關的公務員保障法 那我就問移民署啦 那到底他請教的事由到底是什麼 是公務還是他的理由是什麼 沒有理由 開什麼玩笑 事項的規定裡頭啊 去能夠有幾個條件 分商啊 什麼的啊 直轄市是城市交流啊 對不對 他現在去啊 所屬人員是公務的活動耶 所以從邏輯這樣來看 這個很明顯的是一個黨政不分的一個政治作為啊 對不對 主委你怎麼可以做這種事情呢 你怎麼可以指派你的下屬 然後去讓公務員填寫不實的這個理由 以休假的 自己休假的身份 去從事跟公務有關 業務有關的一個活動呢 你指派一個文官 常任文官 去參加一個政黨活動 你就違反政治中立法 很多政黨它有所屬的一些智庫 當這些智庫活動他辦活動的時候 主委 我們都會派人參加 包括民進黨的 你還簽公文 你完蛋了你 你還簽公文叫他去參加政黨活動 我覺得這個部分要送監察院做調查 坦白講 這個已經違反 這個相關的一個法律規定 這個我很堅持